车内学生不断左顾右盼表情惊吓 而游览车前挡风玻璃已经睡成蜘蛛网状 游览车里的学生是彰化某高中学生 11号傍晚5点下课后坐上外包校车准备回家 校车当时是经由张水路往北行驶 就在第一辆校车刚经过十字路口 突然一辆救护车鸣笛游西向东 也准备通过路口 第二台校车疑似为了里浪救护车 突然刹车 第三台校车却反应不及撞了上去 撞击力道导致游览车车头毁损 挡风玻璃也破碎 所幸当时车速不快 大多数学生都只是受到惊吓而没有受伤 但有一名学生眼角轻伤事后自行就医 校官有做一个校安的这个回报 有一个学生这个眼睛的眼角 有做有一点情商的状况 那这家东西的状况都良好 本案攻击造成两车零人受伤 双方驾驶九车只为零 无人受伤 那后方的游览车挡风玻璃破裂 真实的造势原因警方尚在离情 意思为了离让救护车却发生事故 但附近民众也表示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 岔路也多 过去就常发生交通事故 事后校方要求外包游览车业者 加强教育训练 也将向厂商追究事故责任 禁新闻国一零料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